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要请教这个宰葛了 因为关于很多高宏安的争议 他自己改岁没签册 或是他讲的 其实有时候大家很难买单 不过他现在又出了一招 反正他改岁没签册 就把民进党的柯建民也给他拉下水 他这个前几天在脸书这样发文 他说柯建民办公室有好几位助理 每一年大笔捐款捐给民进党 数字刚好都一样 累计的金额疑似就是募款的责任额 同样的是 为什么柯建民办公室就是有为青年 为什么发生在他高宏安的办公室 就被讲成贪污呢 这真正坐实了绿能你不能 高宏安不只发脸书 他还加码把这个表格也列出来 说这个柯建民的这个助理啊 从107年度到110年度 捐了多少钱给民进党 可是事后 仔哥我们真正去查发现 像是有一位助理 人家离职已经至少10年了 还有一位 这个是挂办公室的顾问 也不是工费的助理 那还有一位何佩山 现在在行政院任职嘛 人家早在105年就已经离职了 这种政研和高宏安被质疑的情况有一样吗 宏安哥 孟姬我们上星期有那个说 因为我在立法院他一九九九年 就是第一次 老立委的时代第一次 86年到90年我就立法院了 柯总招是在全民改算后第二次 变成立委 所以柯总招他第二次到现在 我们所有办公室立法他做到阻力的都知道 所有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阻力的流动率都很高的 柯建民是最低的 真低的 简单说就是说 他没成功 高宏安做立委这么多久 两年没成功 两年没成功 所以第一点你用这种 你说那句绿能 我不能那句的其实是中国共产党 对台湾在做认知作战的一句话 叫绿能 我不能 因为我在法院选记 同样 那些的往从 同样都是绿能 才能 我不能 都是同样的语句 所以这句话 用这句话就代表 他的心虚的第一点 第二 高宏安的事情 涉及到几项 很明显 第二 生日 生日很明显 第二 违反路计划 刚才说 刚才明义有说 如果他们的助理 有分做卡片助理 叫做公费助理 十年了 现在还出现 我上次来说 出现 他很特立 我不能看到 贴身又贴心的助理 就是高宏安 今天 快点 发现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 这个 违反劳机法第六条 抽取他人的劳动利益 不知道 他们的办公室的回应 是说 内部管理规定 违反劳机法的第六条 很简单的就是 你已经介入别人的劳动企业 因为 刚才明显说得很清楚 这个人是 他立反应直接拌进去 做你的火头里面 所以他的任务的事情 你不能去用 他的劳动企业是这个 这个是公费助理 劳动企业就是这个阻力 参入 立反应 劳动企业是这样的 所以你他人不能介入 抽取 介入这个的 抽取不当利益 那个公积金就是不当利益 所以劳动部的劳减 你要主动去侦查 这个又违反劳机法第六条 按照劳机法第七十五条 因为我在劳委会带过 我知道 这要三年以下 要三年以下 这第二点 第三点 去拳拳 你去拳拳 他现在所说的人都我的朋友 都我的食材朋友 我们其他不要说 说合佩山 合佩山二零一六年 现在是行政医 富庇署长 这都公开的事实 利用这个公开的事实 去做一个隔壁 然后你利用你忙碌的商量 用这种 你要来这样整个含尼 给你 所以 只看我 过去有一个电影 像叫什么 小千黑山老妖 竟然说 叫人要用这样下去高纸 我出来吃饭就要做什么 我家的人 北部要我给他收费 我一买就来 怎么有这样的派心 然后 你男朋友 可以去拳郭台铭 一拳的拳五十万 所以 我觉得 他在后面 这个整个体系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像高红安 这么老人在在 犯罪了 还可以做公关 还可以 变成 用北一 打背来引起同情 年后 又操作政敌 和宣明志 因为我们知道宣明志是他的金主嘛 郭台铭也是他的金主嘛 所以 你看起来高红安 可能是一个集团的代表人而已 所以他没什么 他没什么损失的 现在老柯是跟高红安喊话 说他应该要引就辞职 而且退出这场选举 不过稍早高红安的办公室 又发声明稿 回呛柯建民 说柯建民 自以为是法官 不断的叫嚣 可是不论柯建民 怎么样攻击 高红安的部分 违法与否 都不是柯建民说的算 这个部分 我请教文杰 帮我们继续来补充 因为像是 柯建民的部分 他就说 他自己的助理 都是合法助理 跟高红安的助理 被指引是人头助理 在前行 在差别 就是在这 所以柯建民现在要高红安 引就辞职 沈慧宏也说 高红安 对这种事情 应该趕快死死 赶快把立委辞掉 就没有想到柯文哲说 沈慧宏 叫高红安辞职的 这样子的行为 说是智商太低 你们市场又开始 拿智商来做文章了 文杰 我跟你讲 柯文哲 他就是一个 嘴巴这个很喜欢 乱讲话的一个人 他永远认为 他智商最高 那你如果智商最高 你能力最强 为什么台北市停滞不前 为什么台北市没有发展呢 我们讲回来高红安的这个部分 高红安他现在很多事情都讲不清楚 第一 你男朋友到底是不是人头助理 你讲不清楚 你提不出证据 第二 你所谓的这个公积金 你说这个捐款 人家这个柯建民 这个 立委的这个助理 他们的捐款是直接 汇到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账户 而你所说的这个 你的助理捐款给你 是捐到你的公积金 再由你高红安来做使用 这个有有一样吗 这个是不对等的资讯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这个怎么可以拿来做比较 第三 这公积金的事情不但讲不清楚 你就是冠老板 那再来 你说你这个选情很累 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好好休息嘛 你何必把你这个 这个掉点滴的事情 拍给大家看 好像我真的很虚弱 你如果真的这么虚弱 你就好好休息 怎么会在这么虚弱的时候 又去拜访杨士科呢 那这个大家默不清楚 杨文科现场 杨文科现场 对对 那我只能说你真的是眼过头了 大家我们如果有打过这个 这个掉点滴的人都知道说 医生一定会交代你说 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要把它保持清洁 保持干净 避免细菌传染 所以一般我们的 我们正常人都会说 好我打点滴 我把它盖起来 避免细菌传染 他不是大拉拉给别人看 我怎么好委屈喔 我好难过 你真的很难过 今天你没看到 今天我没看到 今天全国都看到了 所以我想 柯文哲这个就是很奇怪 在柯文哲带领的 带领的这个民众党的 这个他们的候选人 都会越来越歪 不但是说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也做不好 那你看我们从 之前的这个中东警的事件 柯文哲硬要跟他斗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看到高宏安的这个事情 又不休息也说不清楚 钱的事情也讲不清楚 助理费的事情也讲不清楚 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我们社会愿意给年轻人机会 是希望你能够为国家 为社会来做服务 而不是你踏入政函 就开始欧北来 你现在我们很担心啊 就是说 你现在会利用这个小基金 小公基金来做你其他的使用 会不会你将来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呢 这个都是市民不乐见的 所以我认为高宏安 你还是必须要遵守法规 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不是去当官老板 苛扣员工的薪资 苛扣员工的钱 那只会用钱钱钱 来压榨你的员工 你的员工很辛苦呢 陪你从早到晚呢 你说他不吃不饿还捐钱给你呢 这么好的员工哪里找 但是你要温暖人家嘛 你怎么会一天到晚用钱来扣人家呢 这个我们是不能够理解的啦 我只能说高宏安你不要眼过头 好好休息好吗 这个高宏安如果身体不舒服 真的就要好好休息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要请教我们的名人议员 因为其实刚才文杰有点到 高宏安就是呢 礼拜三的时候抱病 还跑到新竹县 从你们新北的这个医院 跑到新竹县 去跟这个杨文科县长会面 到底要说什么 所以就引发蓝白河的联想 那为了要消毒杨文科昨天 也赶紧再跟林耕仁同台 他们两个互动到底怎么样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